在2024年9月3日,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西市大麻判处刘亚人有期徒刑一年,在11月19日,刘亚人吸毒案二审第二次开庭。 据媒体报道,近日,刘亚人因父亲去世要求减刑,对他来说,父亲在他判决过程中去世,这辈子都充满罪责感与悔恨,没有比这更重的惩罚。 刘亚人律师表示,刘亚人自出道以来给观众带来很多优秀影视作品,一心奔赴工作,忽视对自身的关注,作为公众人物,自身也遭受极大的舆论压力,以后他将继续在观众的监督下生活。 律师表示,刘亚人因为抑郁症做出错误的选择,付出的代价比普通人要大很多,这点请法官斟酌。 2024年8月7日,刘亚人的父亲也因人在与病魔作斗争中去世,享年67岁。 刘亚人觉得父亲是因自己的罪行离世,内心非常愧疚,会带着这份痛苦过一辈子,希望法院参考他之前的社会贡献,量刑时手下留情。 刘亚人律师方已经进最大力恳请法院手下留情,至于法院给出怎样的判决结果,坐等后续。